文貴,社長,未知po 詞曲,希望寶貴,小泰人 現在的年代不一樣了 爸媽也要做工 所以不停地補習 成績好 但是他們的需要 他們的品德又如何 在這裡鼓勵 今晚我心中也有電單朋友 就是一些中日大學的學生 會留意這一點 成績好之餘 都要敏德修行 都要好 日後才可以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社會可以更上一層樓 也都可以得到社會的尊重 我們的護手上 但宣無協議 他就宣布教育部 有可能就會廢除 教育部有可能就會廢除 要不夜生和不夜媽的這個考試 當然我和這位歷史鄉親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發覺有很多問題就是 這些這麼重大的決策 我們認為 回管也都認為 每一位朋友 我們相信大部份的家長都會認為 是不可以太過創促去決定 因為我們看得到的就是 我們是認同政府黨 我們不要造成一些 只是考試的機器 好像以前我小弟讀書的時候 都是這樣 盧田芯考試讀書 中山考試讀書 中院考試讀書 上到大學都是考試讀書 只要有讀書 就是可以考到好成績 當然我們希望可以發展到一些人才 就是可以有更加 更加有這個思考能力 更加有這個創造能力的人才 在此 小弟希望 會員們能夠多了解鄉淵方金的作用 尤其是年青一輩的同鄉 千萬別將鄉淺倒織當作老人魚 我們目前除了繼續為會員服務外 我們亦不斷隨著社會的動發 以時同端 我們非常同時會員子女的教育問題 因為收入比較低的會員子女 提供面積的高級教育代學金 給年青的他們可以現實他們自己的理想 成為社會堅熱的天才 為我們將來的社會和國家繼續獨立貢獻 陳百香春是前任會長 蘇瑞基是前任副會長 也是前任財政 又是公演委會服務外國 八十五年內不停的公演路走 都不停了 所以今天八十五周年 我們在這裡宴會 多謝會員的支持 十五周年 E.E.N.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